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上任之后不断集权 坊间更关注习近平的独身女习明习 这个自15岁之后就从未在媒体上露面的习公主 现在已经超过了30岁了 资讯依然十分神秘 日前人网友曝光了一张疑似习明习的证件照 网友总说 本身生得同为尼有87次 现在张照片比较可以看了 应该经过了微整形 张照片是P过的 目前这张照片增加未明 2019年相半年 疑似习近平的女儿和姐夫的个人信息 曾经被发布在中国境外的中文网站 随后恶族维基网站被中共当局锁定 导致24位青少年被拘捕 后续全部都被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重判 当中被控所谓主谋 年近20岁的牛腾鱼更加遭到判刑14年 拘捕1992年出身的习明习 是习近平的独身女 细名是穆子 他在美国读书时十分低调 美国纽约下杂志曾经引述消息说 习明习利用化名在哈佛大学主修心理系和英文 了解他真正身份的人不超过10个 仅限于亲密的友人和几个教职人员 另外海外中文媒体曾经报道 为了确保习明习的生命安全 中央警卫局明令不可以流传出他半张他的照片 习明习自15岁之后就从来未在媒体上面露面 至今为止 外界只可以看到他幼年和少女时代的照片 习明习18岁的时候 于2010年5月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读本科心理学 除了个饭名叫做楚神 据哈佛大学一位叫大卫的老师透露 由中国派来的保镖24小时保护着习明习 美国联邦调查局都加派人手暗中保护 2014年在哈佛大学心理学取得学士学位之后 习明习被父亲召回国 作为特别的幕僚去辅助他的爸爸 习明习还运用自己在哈佛大学学到的知识 看出资讯意见成为习的影像顾问 2018年3月17号 明镜新闻网的影片节目引述北京消息说 大权在握的习近平 现在正因为为女儿的婚事而头痛 习明习的哈佛同学透露 习明习虽然个样子很平凡 但是性格开朗天真 还有些男子气概 在哈佛读书的时候 他和一般的学生一样 都是很喜欢逛街坐地铁 由哈佛毕业之后回到中南海 习明习感觉生活比较沉悶 有时他会任性地希望坐地铁外出行街 每当这个时候 中南海的保镖和便衣 就只好爱三层女三层地对他进行安全保护 2022年2月 美国国会共和党联帮众议员 梅基·克茨勒提出新法案 禁止中共官员和他家人进入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深造 克茨勒还披露 习明习在哈佛大学完成本科学业之后 仍然就读于美国研究所 哈特茨勒指出 2020年到2021年 期间大概有317,000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就读 其中都包括习近平的女儿习明习 据维基新闻消息 6月20号 德国总理萧义池在总统府会见到访的中共总理李强 总理府外面有大批示威者聚集 其中有人举牌表示支持李强接班习近平 现场有戴着黑照和口罩 身穿红色衫的人士举起标语 浙江总商会 拥护李强接班习近平 2027集夏里上 李强接班 德国温州同乡会支持李强 公开资料显示 李强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浙江人 生长于浙江省温州市水安院曹川镇的一户农民家庭 长期在浙江学习和生活 李强曾经回忆说 温州是我的故乡 我在那里学习生活去到19岁 而举牌支持李强的浙江总商会是受中共领导 由浙江省工商界组成的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的民众团体和商会组织 浙江人在德国总理府前面举牌公开呼吁2027集夏里上 引发网友的热议 反串啦 粉红光明正大地举牌 即是看这块牌的内容 多数有些坑害李强的意思 高级合码 也有网友 讲笑话 李强会吓到肝胆驱裂的 李强回国之后还有活路吗 李强这下要哭到云底了 禁食玩 很容易将李强送入的路里面 压强回去之后快点解释避嫌 我不是厨子 近期中共军队异常频发 军部解放军部连续发文再批四大军府 郭柏雄、徐才厚、防风辉、张扬 并称要全面彻底清除他们的流毒影响 目前军委副主席张又合已经神秘引申两个月 此前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引发中美外交危机 而美国总统拜登近期爆出 习近平对中共间谍气球竟然毫不知情 全部是中共军方的部署 另一方面 中共军委发布规定 严管军中将领社交圈 太子党上将留亚洲被查 重判小环案件内情被香港媒体放风 众多将领而是被秘密处置 显示中共军队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清洗风暴 中共军中的暗流洶涌 显示出中共已经处于风雨飘游之制 中国问题专家时政评论人士李燕明指出 中共太子党红二代在军中势力红厚 随着中共内部清洗持续进行 将重新构建政治经济力亿版图 中共高层分裂 不少太子党红二代和他操纵的中共军中势力 企图去习近平的对立面 李燕明表示 目前台海局势危机升级 中美关系恶化 军事对抗风险加剧 而中共军队内部对于武力攻台 中美军事对抗等的敏感话题 一直有两种对立的声音 一直顺奉着昌冈子入面出政权的中共 现在已经内外交困 军队不稳 无疑已经成为了习近平的心头大患 据大陆华商报近期报导 陕西省西安市一对夫妻 长期感情不和 最后妻子屈然找了五位状况 将丈夫冤强强行送入精神病院 丈夫遭到非人虐待 丈夫出院后又将妻子 强行送入精神病院 妻子同样遭到远方虐待 两个人都在没有任何精神疾病 诊断证明的情况下 被医院当是精神病人般对待 被强行打针 捆绑 电击等等 儘管当事人劳斥 这样在非法拘禁 但西安市卫健委就声称 医院两次收视都没问题 该事件人发网民的关注和评论 电视剧都不敢篇这这么奇葩的新闻 真是令人细思极恐 精神病医院都是这样的吗 随便就关人 想起都恐怖 是不是谁将我绑到去精神病医院 说我有病 我就必须有病接受治疗 我只是觉得脊背发量 将一个人送入精神病医院 不需要任何的手组证明 随便五个大汗绑你走 在那样的环境之下 逗留三个月 正常人都疯了 据报道 近年来 真心健康的中国公民被强行关入精神病院的事件 屡见不鲜 精神病院已逐渐沦为中共打压异见人士的行乐场所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视 在去年8月发布一份调查报告当中指出 中国的精神病院已成为了中共令批评者消失的一种令人恐惧的手段 在没有任何医疗证明的情况下 批评者被中共警察绑到去精神病院 被关押几个月去到数年 报告收集了99位受害者的案例 其中有9位受害者 在精神病院被关押了超过10年的时间 有两位受害者被反复5次送入精神病院折磨 在精神病院里面 批评者被禁止和家人联络 并遭受到各种折磨 还有被强制注射和口服精神药物 最终留下了持久的精神创伤 甚至变得痴癌等的症状 保护卫视的报告说 他们汇总的迫害案例只是冰山一角 将政治反送入精神病院在中国是很普遍、很常见的现象 此外,据追查国际组织 2004年4月发布的报告披露 也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投入精神病院 被使用精神药物摧残迫害 有些被施以电影 有些就被长时间捆绑、换食等 其中至少有15位法轮功学员 因为遭到精神药物迫害而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